OK 兄弟们 大家好 我大炮啊 今天的话给兄弟们解说一下雪山大舞台的一个环宫五为五的一个局 这个也是昨天 晚上表弟跟雪山复战队打的一个比赛 因为最近的话 这个雪山大舞台的话各种剧本各种恩怨好吧 平头的话好像 最近的话也没有来雪山大舞台 这边的话表弟是约了雪山的复战队啊 我跟你说 兄弟们分析一下对面的这个硬件啊 对面的修那个男人就是明秀元的那个男人 环家轰炸机的话 现在轰炸机这边法系的硬件 应该除了那个珍宝格的那个三哥之外的话 应该轰炸机的话 我觉得硬件来减的话 全服第二法系的话 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就是宝宝啊 硬件啊 可能略微的比那个珍宝格的那个 呃 山一根 雪一层要稍微有一丢丢的差距 并不是老板买不起啊 可能是没有这种 没有这 没有这种货 然后的话 郭吴琴 郭吴琴的武装罐也是风系的一个天花板 呃 申哥那边的话 因为申哥那边的话也是本身自己的号啊 也呃 差不多两百 两百万的一个号 然后也是套了雪山复战队的一个专备 所以说的话 对面这个硬件来讲的话 甲祖复战队的硬件的话是完完全全没有问题的 对面的话也是一个逆版本的一个阵容 212的一个阵容 武装罐加盘石洞 这个阵容的话 呃 非常的珍宝格啊 好吧 这个阵容的话 非常的珍宝格啊 就是没有带女儿车 没有钱 没有钱 一手拿了一手盘石洞跟武装罐 关战队的话 这个阵容的话是一个女儿车 神木林地府国标的这一套阵容 但是带了老三的花果三没有 呃 用那个大坛官府啊 我们来 呃 看一下这一把比赛 从阵容上面来讲的话 表弟这边的话 这一手阵容的话 应该还是比较克对面啊 212的这个队伍的话还是比较怕 呃 关战番这种地府点杀的一个队伍 就是不管对面 点掉就关战番点掉对面的斯托领 或者是点掉对面的一个发现 对面一个输出的话都非常非常的困难 能够把关战番给清出去啊 所以说的话 从阵容上面而言的话 表弟这边会劣微的有优势一些 从正法硬件来说的话 因为 打比赛之前 两边都 约定好 农阵打农阵嘛 也没有正法的克制 从硬件上面来讲的话 对面的硬件要更好一些 所以说的话 咱们来看一下比赛 硬件而言的话 应该是三七凯 对面的硬件要更好一些 所以说的话 对面硬件压制的话 也没有选择 国标的一套阵容 直接选择212的一个面三的一个阵容 可以看得到 比赛 才打了第四回合 关战番的话就有点 难以招架对面的这个伤害啊 就甚至连对面的 顺法都来不及轻啊 就可以看得到关战番的压力有多大 所以说再不点人的话 这个局马上就没有了 而且一速关战番 女儿村一倒地之后的话 罗汉也接不了 对面的话 化身拿了一把金刚 对吧 宝宝有金刚 斯托宁的话 满血的斯托宁 拿了一把超级飞机 超级飞机的话八个单位 斯托宁这个门派的话是要叠爪印的 兄弟们 你们可以看到 宝宝头上面有一个 有一个小爪子 他爪印的层数越高 叠加的伤害就会越高 可能斯托宁的话 前面几回合的话 飞机伤害没有那么高 你等这个爪印的伤害啊 就人物的爪印伤害 叠高之后啊 飞机伤害会非常的夸张啊 我们来看一下表弟这边的话有没有什么套路啊 对面这个阵容的话 你像轰炸机这边的话可能是神用武器 加8级163 斯托宁的话肯定是要带的是一个剑步 福战斯托宁的话是漫天套加剑步 所以说对面这个阵容 观战犯能点的 因为观战犯的话是没有大堂官府嘛 而且对面的话 盘斯跟武装官又没有抢速度 所以说的话 看性的话 应该还可以 观战犯能点的单位的话 只有对面的一个斯托宁 如果说对面武装官给斯托宁打一把天地的话 那观战犯这一套阵容的话就 点点对面的话就会比较的困难啊 我们来看一下 观战犯能指挥 怎么个说法 好吧 花果山起来的话 没有选择起盾 先起来一把旗 因为花果山这个门派对面反点杀的话也会比较好点 观战犯的话肯定是要 对吧 宝宝拉女儿春 女儿春偷酒 一把金星 对吧 小死玩挂 就对面只需要拿宝宝 贴一下对面的斯托宁 或者是武装罐 因为对面的这个 武装罐的话是三速嘛 比观战犯地比较快一些 武装罐给斯托宁打天地也行 对吧 女儿春偷酒 一把金 对吧 宝宝拉 花果山 小死玩挂对面的斯托宁 就如果打的话只能够这样打 点法系的话点不死 你懂吧 对吧 对面直接打天地 法系有163啊 对面的话斯托宁打了一把野 你看没有 观战犯的话轻轻 小死玩挂对面的斯托宁 对面直接打天地 也没有选择拿宝宝贴 就对面的这个突破点的话 只有 对面的一个物理系 如果说观战犯带了一个大三光斧的话 可以点对面的一个法系 花果山这个门派的话只有一刀 你懂吧 而且这个时候花果山的话也没有叠什么状态啊 比赛的话第七回合 这个时候 爪硬的成数 点成 对面的话 直接尽了观战犯的一个女孩圈 武装观封观战犯的一个化身不但化身火血 化身的话宁愿打推 石托宁的话飞机 可以看得到啊 这个石托宁的这个伤害啊 这个爪硬的成数已经达到了三层 这个伤害就慢慢起来了 石托宁的这个门派的话 有两套肌脉啊 一套肌脉的话 就是这个爪硬的这个叠伤害的一套肌脉 还有一套肌脉的话 是那一个 就是可以加面板属性的这个伤害 就一般而言的话 石托宁的话 打5v5的比赛的话 都会用这个爪硬的这一套肌脉 肌脉的话效力三刀 观战犯的话是一把罗汉接不出来啊 面对轰炸机 这种 顶级的一个法系 接不出罗汉的话 就非常的被动啊 没有技能平坎叠了一把漫天 法系来了一把金 对面的话有先灵激发 观战犯的话 女儿春投角 女儿春 女儿春金化身活 看一下小死丸有没有机会挂一个 花果山投赛没有技能 所以说的话 花果山这个版本的话 我以前不是跟修东们说过吗 观战犯从利地府 老三这边的话从斯托 因为他是一把锤嘛 从斯托宁转到利地府 从利地府转到花果山 老三还得转门牌 因为你现在这个版本的话 花果山真的打不了 孟环西游现在的这个版本的话 不是像以前啊 两个封系啊 控场啊 来轻你的宝宝 以前花果山的话就是前期 对吧 漫天轻宝宝 对吧 宝宝轻的差不多了 然后的话 再去打对面的人 就现在根本没有这个机会啊 现在的话开局就点 宝宝的话打完PK的话 基本上宝宝还没有出完 所以说他现在 孟环西游这个PK的节奏非常快啊 所以说我预测一下 老三的下个门牌的话 我觉得应该还是斯托宁 因为老三那边武器的话是一把锤嘛 利地府的话我觉得野心 但是利地府这个门牌的话 非常吃团队的一个硬件啊 就是你宝宝必须得好 对面的话出地厅 一般物理系在的话 这个地厅的速度肯定是要比物理系要更快一些 对面盘树洞打一把敌 武装官的话打一把占领棋 花果山的话是肯定得死 点着花果山 对吧快力厅 花生的话直接拉金杆也没有给毒解 对吧点着花果山 就可以看得到啊 真的一分钱一分货啊 对面这几个哈 你像郭无情的哈 就是我不知道对面具体的一个硬件啊 你像那个男人的哈 七八百七八百不过分吧 环家轰炸机的话最起码 现在打完单挑赛加完加母完复战队之后 最起码六百多 对吧郭无情的哈 不多说我觉得应该 五六百的话是肯定有的 对吧 升哥的话套套复战队的专备 对吧 这个五六百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没有问题 就对面 对吧 左边 这四个哈 歇进三千万 然后的话 这个盘石洞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啊 就对面一个队伍可能要买观战番三个队 实话实说啊 比赛的话 13回合 就观战 我我算观战番三百万 一个号码一千一千二百万 对面的话三千一个团队三千多万 真的 所以说的话输了也不冤啊 实话实说 我算表弟的号三百万 地府三百万 化身三百万 老三三百万 女儿春三百万 才一千二百万 对面平均一个号的话都是六七百万 所以说的话 确实呀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你们可以看到 对面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指挥 就是飞秒 对吧上有报压你女儿春 不让你女儿春接罗汉 飞秒 直接game over 所以说的话 打完这把比赛之后的话 表弟也是没有约 实战队去打第二把比赛了 因为这个差距啊 显而易见了 这不 这不是差的那个 一两千块钱 一两万块钱啊 这差 一两千万啊兄弟们 这什么概念啊 就说话 还是那句话 有钱真好啊兄弟们 真的 有钱的话是真舒服 女儿春的话有 有没有辞 OK 有辞 小辞丸挂 对面直接卡风化身 不断化身活女儿春 最后一把小辞丸的机会 看一下关键饭动画挂不挂 那应该是选择 放弃了呀 对面 说你的话 非化身的话 可以看得到 非化身三千六 非斯托里的话 呃 非花果山的话六千四 这边的话 法系的话 牛进 加先进击发 五六千的秒 真的 就这伤害 你打个娇啊 表弟 风卷参与 女儿春 再次 到地 这个比赛是真难打 对面的话可以再换顺法 或者是地厅 都是没有问题 就比赛的话打了十六七回合 关键饭一把点人都没有 你看见没有 地府的话只能够毒 ok十六回合的话 花果山这边的话打了一把野 对面先进击发群面啊 秒七千 真的 这三还真的 这三还是太高了呀 表弟这边的话一看不行啊 对吧 你有先进击发 比赛可以说 转胎必须起 这边的话也出了个先进击发 对面的话牛进的话 还有七回合 韩奇默默 花果山这个门牌啊 我跟兄弟们讲一下 大坛官府这个门牌的话有青色 哪怕可能说你有的时候人物倒地 出青色 气血不够一样可以横扫先军 你花果山这个门牌的话 打 逆风局的话 可以看到非常的困难 因为他有的时候你闲点人吧 你没有刷技能 你看见没有 对吧 你闲点人的话 你没有技能 这边的话是有一个全魔地听呢 一个快一个慢 全魔地听的话有占定鞋 有伤害高一些 应该也不是那种 纯全魔的就是 比物理系要慢一些 比法系要快一些 那种中速的那种地听啊 比赛的话17回合 那咱们差不多下集再见啊 小弟们 这个这这一把比赛的话 也不是说表弟这边打的 打的不好 确实是没有办法打 你懂吧 对面这个输出太高了呀 比赛18回合 咱们 下集再见 而且对面这个武装官的话 差不多前排是 六治疗啊 还封的这么准 武装官点一把红灯的话 将近七百点血 就前排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封印啊 OK 这边有单头 看一下能不能 单头加提气 对面石头领更快一些 花果山出不了手啊 对吧可能是想拿起来 泛倒对面一个单位啊 OK还要拉 我们来看一下对面的话 直接一把卡风 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OK这边的话你看没有 先把对面的法系给带走 比赛的话二次回合 咱们下集再见 有没有机会 看对面的法系 对面的法系 还有机会